本港楼市全面撤蜡后 一二手交投曾经反弹 但近月市况有再度转弱的迹象 在本港买卖物业超过30年的资深投资者陈清白 近几年已经没有尖守住宅投资 他认怀当辣椒松绑无助扭转楼市跌势的时候 反而令到市场观望情绪加剧 加上潜在供应多 买家对于市场是不是有足够的购买力消化 和新盘是不是仍然有减价空间存有疑问 令到市场形成楼价难升的预期 也削弱住宅投资价值 一两年来都不用主要有钱赚 也不用主要楼价会升 自己住的我相信 如果你真的看到合心的 按低一点点 最便宜一点点 最便宜5% 如果有这样都可以的 都可以考虑一下 但真的不敢说是见底 陈清白说 按工商铺物业价格 由高位回落最少5成 而同期指标屋丸楼价平均下跌大约3成推算 楼价再跌也不出奇 设立之后的新盘市场上算热闹 另一位物业投资者认为 不要因为这样错估楼市前景 基于近期一手楼盘定价 普遍较几年前折让一至两成 其次是入市买家多数只比楼价大约一成 还有一段时间才需要完成交易 最终是否改变决定 仍然是未知之数 林一鸣预计 美国今年内未必会减息 加上本港人口结构改变 认为楼市难以回复当年勇